近年來有位美國投資者的每一筆交易都備受關注 因為近幾年他對股票的命中率超高 買中了一隻股票之後幾個月內多數有十幾至幾十%的升幅 在2021年他的投資回報率超過56% 跑贏巴菲特和一眾美國的知名基金經理 他就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沒錯就是以前經常跟特朗普純槍切劍的佩洛西 說回剛剛的投資回報排名 留意第一位的麥康奈也是政界人士 他是參議院的少數黨領袖 所以說權力和金錢簡直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 佩洛西是美國史上第一位眾議院女議長 也是美國政壇權力最大的女性 當然啦,政治人物炒股票也引起了很多美國股民的反感 目前美國議員正是針對股票交易活動進行一波審查的浪潮 而我都反對這種行為 所以今天我們純粹是做一個學術研究的角度 看看佩洛西的家族賣了什麼股票 不過在研究之前 我都想勸勸大家不要心急和麻木抄功課 如果平時可以多看不同的書拓展能力圈 成功機率就會更高 我平時就喜歡跑步 利用上班、下班的時間去聽書 我的國語讀書會挑選了100本好書進行精華的拆解 不用外外花時間拿著一本書去看 由專業主播用普通話去錄製、單靠聽書 幾個月內你就可以極大提升你的財商和投資智慧 為了幫助大家堅持閱讀 現在只要加入國語讀書會 連續打卡滿21天 我就會退回15%的會費 而連續打卡100天 我就會全額退還會費 如果一本書就100港元計 100本其實相等於1萬港元的價值 現在只要你堅持讀書打卡 你就有機會免費收看1萬港元的經典好書 現在就用微信素描影片上的QR Code 加入我的讀書會 也可以透過描述欄的link加入 嚴格來說 執行交易的不是佩洛西本人 而是她的丈夫 近日佩洛西披露她丈夫保羅的慈聰 她丈夫就在3月17日以每股500美元的行使價 行使了25張Tesla的認購期權 以及買入了2500股的Tesla股票 當時的價值是接近220萬美元 這個是佩洛西家庭今年最大的股票投資之一 Tesla在4月1日收市報1085美元 比當時17日的收市價871.6美元 上升了24% 當然佩洛西家庭買的股票不是每個都贏了 截至我拍片的這一天 表現最差的PayPal跌了大概三成左右 迪士尼錄得輕微虧損 但是除了這兩隻股票之外 美國運通由買入的日子開始計 現在已經是升了超過18% 蘋果就升接近7% 而聯博控股就升接近7% 再加上她的重駐Tesla贏了24% 總體來說目前的收益也是相當不錯的 可能你會覺得佩洛西家庭買這些股票很主流 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令人可疑的地方就是 佩洛西的老公保羅買入的時機 總是可以領先政府的政策 2020年底 其實保羅也曾經大手買入Tesla的營購期權 一個月之後 拜登政府宣布 美國聯邦政府的車隊所有車輛 要更換成為電動車 這筆Tesla的交易當然是獲利封口 到了2021年5月和6月 保羅一共斥支600萬美元 大手買入Amazon和蘋果的應購期權 佩洛西在國會中推動反抗斷法案 初時外界認為國會要打壓大型科網公司 所以這些公司當時沽壓非常沉重 而保羅就趁低位入市 而最後眾議院的提案 未有對科技公司構成一個重大的威脅 而市場立即恐慌性買入這些科技股 而科技股又再次重拾上升趨勢 而保羅的投資再次賺個盆滿盆滿 如果你看到這裡 證明你也應該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讚 我未來就會製作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調查完美國不同政治人物的尺寸 大家可以上這個capitaltrace.com 首先大家會看到一些最新的交易 如果我想特定看某一個politicians的交易 大家可以看politicians這一行 然後假設我想檢查佩洛西 那我就選佩洛西 按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最多去交易的是哪一隻股票 以及什麼sector 我剛剛提到最新的Tesla 在這裡已經有寫出來了 就是3月17日去做這些交易 如果大家想看更加詳細 就可以按Explore Trace Explore Trace 這裡就可以看到足足有幾版的 我們可以看過去比較歷史久遠的Trace 例如有NVIDIA 也是一些做得不錯的交易 蘋果、Amazon、亞馬遜這些交易 也是之前提到的一些交易 還有Roblox這隻股票 也是它在相對低位買 在元宇斗這個概念 興起之前 或者是大升之前 它已經非常眼明手快 賣入了這些股票 可謂眼光獨到 除了佩洛西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不同政治人物 例如是一開始 我展示給大家看的投資回報排行榜 是有個男人 是投資回報高於佩洛西的 大家記不記得哪個呢? 沒錯 就是這個Mitch 我們看看Mitch買了什麼股票 原來Mitch是一位非常詳情的投資者 或者可以說專一的投資者 它全部都是買Wales Fargo 美國的大型銀行之一 全部都是買Wales Fargo 好了 我教大家看這個網 其實並不是說 叫大家抄到十足十去抄功課 而是大家可以在從中找一些靈感 看看有沒有什麼股票 是順著政策風向的好股票 另外除了我剛剛提到的股票之外 Tesla 和巴郡 其實大家都很激烈討論 在2022年 哪一個才是更好的投資選擇 有興趣買這些股票的話 就可以看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想在加息週期 部署香港的銀行股去收息 我在這條影片 就分享了我的分析和選擇 最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考過 知名投資者的持倉呢? 如果有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如果你想學一些 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 和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 可以按訂閱旁邊的Join 加入會員 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 會在星期六 我們下個星期六見 拜拜